第15题,骑脚叉车下坡时即使不用力踩脚踏板,车速扔会越来越快,可用下列何种原理来解释? A,因惯性现象车速会不断的增加,这个是错的,惯性就是静者横静动者横坐等速率直线运动,所以如果是惯性它的车速是不会变快的,所以选项A是错的 B,人与车的重力位能逐渐转换成动能,这有可能是对的,因为位能转换成动能,所以动能就越来越大,也就是速度会越来越快 C,人与车的力学能总和逐渐变大,这个应该是不对的,因为虽然它的车速越来越快,它的动能越来越大,但是它在下坡,所以重力位能会越来越小 所以显然并不能够让述我们说,它的力学能总和会逐渐的变大 选项猪说,人与车所受的地球引力逐渐变大,这也是错的,在一般的情况下,我们都会说在地球表面附近,我们所受到的地球引力是一样的 所以选项猪是错的,因此第15题问我们说,可用下列何种原理来解释,我们答案选的是B,人与车的重力位能逐渐转换成动能